HELLO 大家好,我是姚明 現在要來為各位介紹一款解謎遊戲 那這款遊戲的背景呢 它是描述我們的主角 在阿爾佩斯山滑雪的時候 發現一個五年前一場意外的現場 那這場現場其實它就是還蠻多謎團 等著各位去探討 在遊戲中各位探討遊戲的方式呢 其實就是去尋找各個線索 去將五年前的這款遊戲 五年前的這款命案去找出它的 就是安法狀況或者是背後到底 可以隱藏了什麼樣的秘密那樣子 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邊就是 其實就有講到就是不同的模式 簡單的或是比較困難的 那各位可以看是它畫面非常的那個精緻 連動畫效果都做得非常的清楚 那我們這邊挑過動畫 那在遊戲中各位可以看到就是 我們需要去尋找各種線索 那畫面左下角其實它會告訴各位 就是目前的各位的進度 那再來就是右下角這邊呢 都目前還沒有光頭 這邊各位可以看到這邊也做了很討厭的老鼠 我們可以把它趕走 那就是去尋找各種線索 像是這邊我們可以取的一個那個斷掉的滑雪板 還有就是各位可以拿就是其實在畫面上 經常會出現一些就是閃亮的小畫面 小小點點 可以透過一個小點點去尋的就是不同的不同樣的線索 像我們這邊剛剛可以看到就這邊也有在閃爍 各位可以看到就這邊有一個酒精燈跟一個勾繩 各位可以將這個勾繩拿走 那這邊它有些其實用途 我也還在尋找那當然也是希望各位可以一起來探討 像這邊它就是右下角它會提示說目前各位看到這邊這個東西它有什麼樣的一些特殊的用途這樣子 那當然畫面中各位看然後就是幾乎每個地方都可以點那他都會有一個分數的累積加成這樣子 那像在這邊各位可以看到就是這邊有一把槍就是就是信號彈 那當然遊戲不是只有這樣一個畫面嗎 各位就是要去寫尋找到其他的一些地方 例如這個地方各位可以拿非常渾暗 那我們可以利用剛剛我們說撿到這把三 呃 訊號槍 來將這個地方給點點亮這樣子 那各位就是要通過 手上所擁有的所有線索去探討各個地方 用有什麼樣的東西 像剛剛我們故事講 今天它就是在這個地方發現一座小屋子嘛 那我們當然就是在 在這個地方要去將這個地方做解謎 當然當然這個部分就是要讓各位一通 一通來解決這個密團去尋找到這個密團這個背後的真相 那我們今天遊戲介紹到這邊謝謝大家 掰掰